凤九走过没几步 那笛声就消失了 凤九还等了一会儿也没有再听到 凤九想着 有机会还是去网深海看看吧 吃吻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自上次凤九心探望深海 没有见到吃吻后 凤九只要一想到 他就觉得心绪不宁 这几万年来 吃吻与凤九而言 是有着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情感的 几万年间 只要凤九找吃吻 一定能找到 从来没有像上次一般 不见踪影帘之岩片与蛛丝马迹 都没留下 凤九忧心 而这份情绪又不能告诉别人 所以凤九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 才会无忌惮地将这种情绪 不加掩饰地挂在脸上 此时此刻 他还不可以这样无所顾忌 收回思绪 凤九转身走近 还在睡着的白浅 抓起自己的一丝头发 在白浅鼻尖扫了扫 白浅迷迷糊呼呼地醒来 看着凤九 我竟然睡着了 凤九看着睡意朦胧的白浅道 姑姑 饭已经好了 我专程来喊你呢 走吧 说着凤九伸出手 拉住跳下树的白浅 估指两人手牵手走回餐桌 各自在自家夫君身边坐下 东华看着有些微微出汗的凤九 细心地掏出手帕 为凤九擦拭额头上的汗 又端起一杯茶 送到凤九嘴边 为凤九喝了一口 道 夫人辛苦了 快吃吧 十里桃林此时桃花灼灼日光暖暖 一眼望不到头的桃粉色铺了数十里长 在几棵粗长茂密的桃树下 几对仙人围着一方长桌 有说有笑地品尝着美食佳酿 此情此景 直叫人想起凡间那些才华横以文才斐然 得大家的词画 浩浩忽如平须玉风 而不知其所指 飘飘忽如一世独立 与话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 寇闲而歌之 歌曰贵账细篮奖 鸡空鸣西素流光 渺渺西雨淮 望美人西天一方 酒足饭饱后 众人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 哲言率先说道 少婉 这时李桃林你也看了 不知可和你心意 少婉转了一圈 道 甚好甚好 很和我心意 我便在你这柱下了 莫然听到此话一脸紧张地看着哲言 哲言收到这表情 微微一笑 看着少婉道 可是你住在我这 不太符合我的心意 也不太符合某些人的心意 说着眼神瞟了一眼莫冤 少婉当然明白哲言这话里有话的意思 继续装傻道 小气的哲言 那这样吧 我看小九九和浅浅的青秋 倒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很适合我 要不 少婉把主意打到青秋 凤九白浅对视一眼 一口同声地说 不行 说完又觉得太生硬了 凤九补充道 你一个人我们不放心 要不你来太成功吧 和我们一起 凤九一脸坏笑地看着少婉 少婉连忙推辞道 不行 我可不去太成功 天天看你们俩黏在一起 我怕会被溺死 少婉说完 看着正欲说话的白浅道 我也不会去你们那的 你们一样会把我溺死的 白浅坏坏地一笑 看着凤九 少婉看着这姑子俩 又看了看旁边的叶华和东华 突然邪魅地一笑道 不如这样 你们觉得我在青秋孤单 那小九九和浅浅你俩来陪我啊 要不怎么说凤九 是一个神经大条的神仙呢 一听到少婉的提议 立刻跳起来说道 好啊好啊 我们先在青秋待几天 等你休息好了 我带你去凡间玩 凡间可好玩了 有好多美姬和俊男凤九 一边说一边蹦道 少婉跟前搂着少婉的肩膀 一副风流浪荡子的模样 少婉见凤九如此高兴 欣喜地觉得自己住在青秋有望 却不想立刻听见旁边 那个紫衣东华冷冰冰的道 你说什么小白 凤九听到这个声音 才立马反应过来 转头又看见了对面 莫冤上神神神的眼神 随即瞟到了自己姑姑担忧的眼神 立刻松开少婉 双手连忙一起摆着 一边摆手一边挪到东华身边 看着少婉道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少婉见状无奈至极 原本连一个月都规划好了的 少婉此刻如同双打的茄子一般 莫冤满意地看着凤九 似乎在说算你识相 而后看向少婉道 婉婉 我早就在昆仑须给你辟了住处 非常幽静 适合你调养 能等你调养好了 就可以去凡间完了 你看可以吗 少婉不说话 等我见来没什么事 可以陪着你 这么卑微的话居然出自莫冤上神 之后众人也是小小的震惊了一下 少婉依然不说话 小时期和凤九的儿子 巴黎和滚滚也在昆仑须 莫冤花样百出 刚说完 只见少婉眼睛亮了一下 猛地看向莫冤 道 你说这俩丫头的仔也在昆仑须 那好吧 那我同意了 少婉说吧 只见众人皆常常舒了一口气 一群人又喧闹了一会方才各自离开 昆仑须终声大震 众弟子连忙抱着两个小仙童往山下跑去 山下 众弟子见到自己的师父 上古战神莫冤正小心翼翼地跟在一个红衣女子身边 神情还带着几分幸福的样子 众弟子疑惑不已 两个小仙童也愣愣地不说话 只见二人离他们越来越近 众弟子连忙行大礼 拜见师父 此时昆仑须一众弟子白衣飘飘整整齐齐 跪在昆仑须山下 其中还有两个小仙童 一个碧绿一个金黄地站在那里 看上去有点茫然 末然众弟子此时正等着师父介绍身边这位红衣女子 因此也都没有起身 只听见阿黎说道 这姑娘真俊 一点不属我娘亲 滚滚看了一眼阿黎道 我娘亲穿红色也是极美的 说完滚滚冰至少婉 道 你就是我娘亲梦里常梦见的那个红衣姑姑吧 少婉子见到这两个小仙童就猜到了谁是滚滚谁是阿黎 这一点也不难 谁叫滚滚一头银发 想装作认不出都很困难 少婉一脸开心道 你俩就是白浅和小九九的儿子吧 五官倒是端正 但竟然一点也没有继承你们娘亲的容貌 不够惊艳啊 众弟子此时跪在地上 心中更是困惑 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怎么这两个小仙童好像却很熟络似的 这位姑姑 诚然你长得很美 可我而然也是这四矮八荒最英俊的小仙童好吗 这厚脸皮的话出自调皮捣蛋碧绿色的阿黎团子 而后滚滚虽然也一脸嫌弃地看了一眼阿黎 但依旧昂首挺胸 一副 虽然阿黎舅舅很不要脸 但说的也是实情的表情 少婉见壮恶的哈哈大夏 莫渊见少婉与两个小仙童聊得开心 心中不由地感谢东华帝君和月华 及时地将这两个小崽子送来的及时 心中一跃 对着众弟子道 这位是魔族始祖少婉 奔小时期喊他师娘 莫渊这回倒是幽默了一次 在场所有人 包括两个小团子都大吃一惊 然后所有弟子加上两个小团子一口同声道 师娘 随后见莫渊不说话 少婉飞红的脸 众弟子又及时地拜见道 昆仑须弟子恭迎师娘 少婉此时终于在没有东华者 颜凤九等人的起哄下分了神 听见莫渊及众弟子的话 朝着莫渊脱口而出道 谁说我是他们的师娘啊 莫渊听闻 道 方才我说了 小时期喊你师娘 莫渊一脸淡定无辜的样子 让少婉竟然一时半刻想不出回对的话 而此时昆仑旭弟子在没有得到师父及师娘的免礼 依然跪在一旁暗自发笑 只听见他们的师父莫渊接着说道 晚晚 你一定是因为刚刚醒来身体还很虚弱 所以记性不好 我扶你回去 好好休息休息 说吧 一双手便掺起了少婉的胳膊 顺口对众弟子说 免礼吧 众弟子这是方才得意解放 少婉这边自莫渊解释的第一句话开始就在发梦 苦思明想着如何回对 没想到又被莫渊说是记性不好 郑宇发怒 又见莫渊当着众晚辈的面如此温柔地对待自己心中意软 便鬼使神差地跟着莫渊回到了昆仑须 九中天上 连宋和承玉早已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宫殿 却分别想着刚才在十里淘灵的一幕一幕 凤九东华 白浅夜华 莫渊少婉 哲言白真 还有连宋承玉 他们二人都是这样想着 若坐着不死不老的神仙却始终孤单依人 那这神仙有什么趣味 须得这样背影成双的模样 才称得上快活 白浅夜华也在喜无功中聊开了莫渊和承玉的八卦 夜华还一脸天真地问白浅是如何猜到莫渊与承玉的关系 白浅看了看夜华 痛心疾首道 夜华君 你这个情商还不如我师父呢 夜华暗自在一旁思量了一番 走到白浅身边 双手抱着白浅 轻轻在白浅唇边吻了一下 道 此时呢 白浅被这突如其来吻弄得有点猛 呆呆地说了一句 什么此时呢 夜华扶着白浅的肩膀 看着白浅 一字一句地说 看来浅浅的情商也不如我啊 白浅这才明白过来夜华的意思 不禁小脸一红 哲言上神的十里 桃林子少婉一行人离开后 终于也恢复了宁静 哲言和白浅此刻正安静地坐在树下 一个打磨发簪 一个正在认真地看着那个打磨发簪的人 比起其他几处的祥和甜蜜 太成功的气氛却不知用诡异来形容是不是比较妥当 东华帝君不知道为什么拉着凤九回到太成功后 一言不发 但是拉着凤九的手却从未松开 牵着凤九去了炼丹房看了看谢连 又牵着凤九到了书房修了一回佛经 然后才回到寝殿 一路上凤九问什么东华都不回答 只拉着他然后一边做自己的事情 此刻到了寝殿 凤九终于忍不住 再次开口道 东华 你为什么不理我了呢 凤九将双肘撑在东华的双腿上 两只手 一只被东华紧紧地抓着 另一只则负责撑着自己的脑袋 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望着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则是坐在一方桌前 一手拉着凤九的手 另一只手撑在桌上 也是撑着自己的脑袋 看着一副楚楚可怜模样的凤九 凤九见东华如此 依然不滋生 心里有点慌 于是一点点地挪着更靠近东华一些 然后突然凑到东华眼前 快速地亲了一口东华的脸 然后回到方才的姿势 再次可怜地看着东华 四海八荒谁不知道凤九的原身 此时人形的凤九如同原生狐狸一般 可爱乖巧 这副模样谁能忍得了 东华帝君在凤九面前也早已是石杖红尘中的俗透之人了 更何况刚才被凤九突袭偷清了一下 此时又是这副模样 于是高冷倔强的东华帝君 飞快地一把拉过凤九 搂在怀里 在凤九唇上虫中的一吻 绵长又热烈 直到凤九有点微微喘不上气才松开 凤九一边喘气一边看着东华 脸上通红的仿佛能滴出血 东华看着凤九 闷闷地说道 你还知道操心我啊 凤九听完 立刻明白怎么回事 顺势扑在东华怀里 哎呀 我家夫君吃醋了 我自然是操心你的 你是我夫君吗 我不操心你操心谁啊 凤九此时太明白沈氏夺氏这个词的意思了 此刻东华帝君宛如一个醋坛子 要小心翼翼地哄着陪着才可以 凤九如今哄人的招数 也是一套接着一套的连环哄 没办法 谁让人家的夫君是洪荒尊神天地共主呢 不哄出心意可怎么行 东华帝君听到凤九这么说 又主动扑在自己的怀里 双手也不自觉地抱上了凤九 却依然发出哼的一声 凤九健壮 觉得这招不行 怎么办 再来呗 凤九起身 半跪在东华跟前 双手搂着东华的脖子 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东华 一脸正惊地说 夫君就原谅小白吧 你不高兴我也很难过的 你也不希望我难过吧 说完清上了东华的唇 东华怎么会生小白的气 只不过今日见到小白 对少婉如此热情和操心 着实觉得心里有些不爽 这么多年 东华早已习惯了心里满满当当都是他 心心念念都是他的小白 突然间他的小白对其他人如此上心 这令东华多多少少是不太舒服的 而此时小白又这样一副样子哄他 他已经很开心了 只是表面上还要假装一下 然而在高级的假装也抵不过这柔柔软软的唇啊 东华双手抱着凤九的腰 稍稍加大了力度 将凤九整个人抱进自己的怀里 嘴上也回应着凤九 就这样 这股甜蜜就一出太成功 东华微微动了动手指 请电便被一层先则笼罩 瞬间按了下来 只有朦朦胧胧几缕光亮透了进来 此时的两人已经从座榻上来到床榻之上 东华一边亲吻凤九一边用另一只手 轻轻取下凤九的发簪 瞬间凤九黑发散落下来 落在了东华另一只抱着凤九吸腰的手上 太成功请电里 春光乍蟹 云与乌山一夜 东华帝君第二天 依然拉着凤九寸步不离 而凤九也从昨日问东华 你怎么了变成了今日不停说夫君 我要痛 因此东华帝君在听着凤九的一声声夫君 我要痛中甜蜜地度过 太成功日复一日 昆仑须日复一日 少婉身体大好 时常还教两个小仙童竖法 而太成功的血连也练制好了 东华帝君又要开始为期数月的闭关 这一日 东华帝君仲拉着凤九在书房 一字一句地嘱咐着什么 大约过了大半日 东华帝君才一脸不放心地走进了闭关处 而凤九 一如从前一样 连着七天 每一天都在东华闭关的地方站很久 仿佛那样就是在陪着东华一起了 为什么是七天呢 因为第八天 青秋这个闲不住的女君 太成功这个世事操心的地后就同样 一字一句地叮嘱了众林大半日后去网上海 这一句地叮嘱了众林大半日后去网上海 这一句地叮嘱了众林大半日后去网上海 这一句地叮嘱了众林大半日后去网上海